好 這一波台股的大腸 當然是個輝達 NVIDIA的神助攻 很有關係 那麼NVIDIA的財報到底有多好呢 這股氣勢可以走多久呢 我們現在請中國一塊來分析 我們先來看輝達的財報 是 看到慶儀 就想到那個陽光 非常明媚的加州 剛好輝達也在加州 所以充滿著青春洋溢 對不對 但輝達到底有多好 笑得很開心 最近加州下大雨 很年來難得大雨 所以遇水則發 同學NVIDIA財報也大好 是 輝達在 今年Q1的財測 有沒有 就是要來到240億美金 然後跟外界的那個 預期有沒有 它永遠都是超越的 所以預期現在是多少 221億 所以它到了Q1結束的時候 如果又超過這221億 甚至來到它自己的240億 如果再超越的話 那股價又要打漲了 那它的毛利 就是這麼高 77% 這是未來Q1的 那Q4的話就是什麼 去年Q4的話 就是來到221億美金 然後這個 跟它預期的 外界預期的就是超越很多 所以年增多少265% 那輝達第四季的各項營售 其中來自於什麼 資料中心的 就是年增409% 所以現在這裡面有一個重點 你看它 它預期Q1它可以賺到 去年Q4已經賺到100多億美金了 所以今年它如果來到多少 500億美金的話 它的本益比如果乘上 預期 這個利潤可能會來到20塊美金 也就是它可以賺 兩個股本 所以外界在猜測的 現在它昨天又大漲 來到782美金 有可能會來到多少 1100 到多少 1200美金 這不是我也很聰聽 各位 嚇死人 EPS在這裡 它預期至少會60%的成長 如果按它之前都是兩倍三倍的 所以真的 投資者可以好好的注意輝達 到台北股市反應過來就 那就不得了 所以輝達會帶動整個美股 美股會帶動整個台股 所以剛剛我也很認同 山普老師講的 一萬九 Maybe 真的只是一個 地板價 大家聽到就這個 心情澎湃起來了 這個是從這個實際 這不是吹噓的 這是從它實際的財報來看的 不過這時候選股很重要 畢竟創新高了 我們來看 黃總最近的談話 當然講了很多話 他說現在整個AI的需求是 非常地強勁 只要有開出來的話 就會有貢獻 大家期待是六月份的 台北的電腦展 會有巨大的彩蛋 我想 有嗎 什麼大彩蛋 還有嗎 還有 所以這個 馨宇剛剛有提到 我們這個黃仁勳 真的是真正的 台灣小孩 台南出生的 那 他已經 在財報之後已經提到 加速式的運算跟AI 已經達到什麼 臨界點 也就是已經要爆發了 全世界各地的企業跟產業 都需要什麼 都激增 尤其什麼 環境 極佳 很少有一個營運長 一個 一個總經理 他敢去這樣提的說 一路成長到多少 不是今年而已 明年之後 之後 之後 所以它是持續不斷漲 所以未來的這個什麼 GPU的需求是持續強勁的 不是只有它雲端而已 還有未來深層式的那個AI的 那個Edge端的 這個都很強勁的 所以台積電的COVAS 為什麼台股這一波 除了漲AI股之外 尤其是什麼 台積電的COVAS 相關的個股 真的是漲翻了 後面我會去跟各位談 那重點是什麼 有個大彩蛋 它會有一個重磅的消息 什麼樣的彩蛋 現在有什麼消息 聽到了嗎 這個是很保密的 當然如果我知道 那我可能會涉及一些 內線交易 所以就算我知道 我也不敢大方的去談 就跟我們幾個講就好了 對 事實上我們可以談 所以大家現在很期待 台股接下來的 九大超級巨星是什麼 而且這一些相關供應鏈 其實很多已經反應了 你幫大家嚴選 還會持續反應 當然這個不是說 吹牛 那真的是什麼 九大超級巨星 首先就是我們台積電 台積電 今年的營收跟獲利 可能都會來到歷史性高 尤其它在什麼 三奈米的什麼 製程 真的會從1 20%來到多少 35% 剛好我自己的親人 也都在台積電 他們現在五奈米都是滿的 三奈米正在怎樣 持續的增長 所以他們過年幾乎 也都沒有休假了 尤其在三奈米 那有望在日本設立什麼 繼續 三四五 雄本之後繼續 第三第四第五座 所以這個台積電 真的就是一個超級巨星 再來什麼 它的客戶是誰 聯發科 上一波在帶動我們聯發科 股價大漲就來自9300 這個已經超越誰了 高通了 現在更強了 下半年要生產出來 就是9400 所以聯發科也是什麼 值得期待了 再來 COAS 日月光 這個也會進入高成長階段 再來 我們伺服器的有誰 廣達 偽創跟技嘉 所以你看技嘉又創新高了 廣達目前大概在盤整 還有一個偽創 廣達 因為上半年是授權於什麼 GPU的影響 所以下半年 它業績一定會大爆發 尤其是什麼 偽創 它竟然拿下了85% 輝達的訂單 基板訂單 那技嘉也是 它自己 這個AI HPC的伺服器 它自己推出來了 所以這都是Superstar OK 這些蠻多也都漲上去了 繼續 還會漲 還會漲 再來 鴻海 比較可惜的 雖然它工了很多的基板 但是鴻海當然是把它當代工 除非它是什麼 汽車起來 否則就會有點辛苦 華碩也都是漲上來 華碩都還有空間的 尤其什麼 這一波未來會補漲 就是維新 這個我們之前也講過 對 好 這麼多 對 我之前節目有跟各位談 從這裡面撈 真的是會撈到很多包 非常不得了的 現在你看好哪些 中砂 對 上節目的時候一百多 現在已經快三百塊了 都是翻倍的 清雲一直在講說 我隨便點的話翻倍的 很多都是翻倍的 像那個 加登 今天又漲停了 我上節目的時候兩百多塊 現在已經快五百塊了 所以自貿也是 這一波也是漲很多了 各位可以從這裡面 有興趣的可以從這裡面來找 OK 這太難找這麼多 但是有一些重點 對 比如說台積電 今年持續在擴產 所以漢唐 凡宣 這些先進製程的 加登 亞翔 這個歌都可以去注意的 洪康 兩奈米也是進入高峰 裝機的高峰期 所以又是什麼 加登 所以為什麼它今天會漲停 原因就在這個加登 那EUV的 你看又是環宣 那 崇越 華麗 甚至光主義的 黃光的 會有誰 新印彩 新印彩 從我上節目講的時候 大概四百塊 對 現在漲到七百多了 當然 最近有一點修正 那中砂也是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什麼 施智成的 我剛剛還跟我們 曾前輩還在聊 這個 紅塑 乾智成大家很難做 結果四字成沒人要做 結果後來紅塑 星雲都漲翻天了 那紅塑跟星雲還會再持續漲 這也都是 尤其是什麼 新印彩 這個都是我們把各位抓出來的 只是大家覺得 現在這個時間點 在創新高之後 有這個趨勢 在操作面上不太容易 你怎麼看 是 台積電下來稍微做整理 預渠它的EPS 今年可以來到三十幾到四十塊 如果存最合理的本益比二十塊的話 現在價格以未來你看 你會覺得很便宜 現在還便宜 它還會持續 很便宜 相對便宜 長久眼光來看 是 不相信它 它就漲給你看 它會到八百 甚至再往一千走 因為你合理的本益比上去 隨著輝打上去之後 台積電已經跟著上了 那漢堂 其實它是很賺錢的公司 因為它的資本額比較大 所以這個我覺得漢堂 環宣 這個都是會在落後補漲的 這大概 今年可以來到賺三十塊 環宣也可以大概 今年可以賺到十五塊 十五塊你本益比目前 大概都十倍左右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兩檔 各位可以多注意一下 OK 好 再來 中砂 你看中砂這個就是很強勢的個股 對 好強 你就隨著五日線 那你錢就是砸下去 看到了你就持續持有 危險的 你把它那個什麼 停損的話 那你也不會賠到 中砂還是持續很強 那亞翔 就是在整理 這個也是很賺錢的公司 所以這個都 亞翔 那個漢堂 樊宣都會落後補漲的 再來加登 今天漲停板 破清高了 來到四百八十幾了 所以加登為什麼可以一支獨秀 就是因為它做EUV的光照盒 它做得最好 那隨著你三奈米量產 兩奈米持續下去的話 我跟你講它就隨著台積電業績上來 所以加登可以再持續 這也都是很強勢的 那這兩支就不用講了 星雲 施志成 紅塑施志成 它就持續漲給你看 OK 這個你要隨著五日線 如果有危險的話 那你就做個調整 否則你就一直賺錢 最後一檔 大家講它腰骨 對 我上節目的時候 大概在更早前 兩百五左右的時候 它就賺給你看 你越不相信它 看節目的時候這一檔講很久了 它就賺給你看 到了這裡 我上節目的時候 大概四百塊左右吧 這裡 開始起漲 這個就是信號 它就演著賺給你看 所以這個各位 你可以隨著這個五日線 這麼好給你賺錢的機會的時候 你不要放棄它 你也不要害怕它 當然下來了 你要做一些調整 就是趨勢是正確的 就是強者很強 不要怕 不要怕 因為趨勢往上 一定要像我們主持人一樣 去看一下風光明媚的加州 帶回來更多的希望 要對台股有信心 OK 謝謝中文 聽完分享就覺得 振奮起來 這麼多股票基本面很強 現在看起來 如果技術面操作的話 如果沒有敗相的話就繼續持有 很多人說 可是我看AI我就是會怕 我就是不想追高 有沒有其他的可以選擇 思翔 我想在今年的主角 當然第一個一定是AI 這沒有問題 主角有時候他 研究了他也要休息一下 中場休息 對 中場休息的時候 我們就輪到了第二男主角 就在政策的一個概念 因為畢竟現在已經2月底了 對 然後4月到5月 新就任的一個總統交接 這個五大政策的一個展望 它其中這個是 當初在選舉之前 我們新任總統賴副總統 目前他提出了一個方向 我們其中舉比較重要的 比較重要的在政策的一個方向 當然這個是第一男主角 半導體AI這個帶動的第一男主角 第一男主角 現在大家都心驚驚 如果說您是在心驚驚的時候 你現在你可以留意一下 能源政策的一個概念 這個就像剛剛我們前輩有說的 定存的概念 或者是債券的概念跟股債的概念 你要做一些穩定的一個搭配 股票的選擇 你也可以做一些穩定的搭配 所以在能源政策的概念當中 為什麼特別挑能源政策 其實你仔細去思考 第一個4月漲地價 5月又520 然後現在新任的總統 雖然他是延續之前的政策 但是我們目前在觀察 他會繼續往這個政策 當中再繼續往外 去做擴大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先來看 在能源政策的概念當中 當然從去年飆到今年的四季鋼 這很合理 現在還維持在強勢整理的 1519的滑乘 甚至最近幾天整理 差不多快兩個月的時間 又開始慢慢醞釀 往上攻擊的亞利 這個是過去重電三雄當中 他一直維持在高姿態的一個整理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談的是 1503的四電 6806的升威能源 跟3708的上尾頭 1503的四電 最近也從第一檔開始 從上個禮拜 往上飆了上來 當然因為他畢竟 他有子公式掛牌 子公式掛牌之後 最近也是長得很兇 那一檔叫做九頂 4588的一個九頂 所以他等於是同步帶動上來 然後升威能源的部分 最近也是開始從第一檔 攻了上來之後 那當然上尾頭 上尾頭 過去一段時間 蠻多投資朋友 在觀察一檔個股之一 那這檔個股其實 為什麼今天特別 大家拿出來講 因為他其實 目前在看這檔股票 除了技術面底部 開始往上攻 形成之外 更重要一點是在於說 他過去在中國市場 因為去前兩年中國市場 銷價競爭 那個葉片銷價競爭 是非常激烈的 但是他其實在上一次 有特別談到 法術會有特別談到 非中國市場的一個佔比 已經開始做升溫的動作 切入歐洲 所以這個跟著西門子 一起在做一個 在地化的一個部分 那這邊退殼手 這檔股票等於我們也是說 它叫做進可攻退殼手 那去年前三季EPS12.97 當然這是豐獎售後的一個利益 然後本業開始回溫 那我們如果去看它 過去平均的一個配股的 配息率 大約都維持在五成 甚至五成以上 所以你如果 我們只算到前三季的話 你可以換算過來 大概六塊多 所以現在的一個 目前大概110塊 附近的一個位置 它的實力率 大概六個百分點 所以這個叫做退殼手 那進呢就是 接下來隨著 我們剛剛有講到 四月漲電價 五月又520 那當然它的題材性 就開始出來 所以今年我們就剛剛講了 AI的政策 AI的股票 跟政策的股票 政策概念股 搭配的來做一個操作 還有一些高股息的空間 是 那我們接下來再進入 大家最近最關心的 NVIDIA的一個部分 大家最關心的 NVIDIA的財報 當然亮眼 但是我們目前我們在觀察 未來大家會更關心的應該是 NVIDIA你接下來的發展方向 NVIDIA它其實這個是 NVIDIA官網上面 2月6號它所 發出來的一個新聞稿 那這個大致上它在講什麼 它是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NVIDIA的Mark 非常熟悉 Cisco 右邊這個是思科 思科它是全球很重要的網路 設備的供應商 所以當他們兩牆 正式宣佈合作的時候 背後就代表什麼 NVIDIA它現在除了AI伺服器之外 它要把這個全部都自己做 這個上面來它其實有特別談到 從資訊安全 從設備提供 從AI伺服器 龍年它搞一條龍都自己來了 對 一條龍自己來 所以為什麼最近光收發模組 相關的概念股 不能說是光收發模組 應該是說CPO的概念股 為什麼最近這麼的強悍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升到800G 這個變成是它的大的一個趨勢 所以在相關個股的部分 剛剛我們有談到了2024年800G 這灰色的部分 柱狀體灰色的部分 就是它佔總體交換器的 出貨的一個比重開始堪稱 到了2025年 交換器的比重800G 會超過400G 所以今年它開始漲CPO很正常 而且也非常的合理 來 我們再來看 最近大家可能看了 看了它飛又買不下手 看了它飛又買不下手 漲成這樣還能買嗎 基本上短線上來說 如果你是針對 在短線的角度來說 五日線如果開始震盪跌破 當然你就先出場 但是如果說 你就中長線的角度來看 你可以等到它差不多回撤到 月線附近來去做介入 那當然其中重點股票 上游的累積 光波島的連接器最近也很兇 聯軍大家也看了非常久 日光投控基本上 黃人軍點名的這個就不用再說 這個很OK 訊星當然是在這裡面領導的廠商 但是當然短線都有一些偏高的狀況 等回再買 來 我們再來看第二大的方向 第二個方向 NVIDIA現在轉型了 要轉彎到晶片之外 它現在要做 要從本來的標準品 要到客製化的市場 這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其實這個其實重點在於什麼 因為我舉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概念 前幾年市場在封比特幣 以太幣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家都在掃那個什麼 搜那個顯示卡 那顯示卡是GPU 等於是當年它是用GPU去挖礦 但是你會發現到 今年從前兩年 這兩年開始 你會發現市場好像沒有人在 搜顯示卡說要挖礦 原因是什麼 因為GPU它本身是所謂通用型的 那它挖礦它有一定的一個效率存在 沒有錯 但是後面就出了像是 中國大陸螞蟻礦機 專用的ASIC的一個礦機 來去做挖比特幣 或者是後面的以太幣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所謂的螞蟻礦機 它背後的意思就是 特製的 特製的ASIC專門用來挖礦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它現在的狀況其實也是一樣 因為大家現在都用GPU 通用型的來去擴大它的一個 工它的AI伺服器的一個部分 但是我們在前兩天 其實有特別看到 有一家廠商 它用它的一個這個LPU 這所謂LPU就是語言處理的一個晶片 你可以看到它為什麼稱之為 語言處理的晶片 大家我們現在都在講 深層式的語言 深層式的語言 它等於這個LPU 就是專門用來處理這個 深層式語言的晶片 晶片 所以它在 範圍更窄是專門for深層式的 對 範圍比較窄 它專門for深層式的 最後下一個結論 現階段的IP股 當然最近比較休息 最近比較休息 但是你這幾個重點 台積電當然無庸置疑 因為它是晶圓代工 聯發科大家不知道 最近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一千塊 似乎已經開始形成它的地板架 因為從去年開始 就有市場在傳說 NVIDIA如果要供CPU的市場 聯發科很重要的合作夥伴 哪些是受害的 哪些是受害的 有一些可能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正面的 比較正面的這幾檔 因為這個是比較正面的 正面的 對 比較正面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過去如果跟NVIDIA 有合作關係 如果它要切入晶圓晶片的話 當然這些其實它會比較有機會 然後反倒是比較有可能會受害的 你就要比較謹慎一些 OK 給大家做參考了 謝謝 我們台國氣勢如何 待會兒來看看中國 現在實施的是 2019年LPI改革以來的最大降幅 那麼這對於中國的經濟 還有房地產市場 又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馬上回來 我們幾次 進行